全国各地早餐地图不能没有湖南 吃包子,那就试一下这种菜包子 各种炒菜都能当做馅料 我们在家里面先来和一个发面团 就基础配方,面粉加酵母和清水 用筷子搅拌成大的面絮状 没有多少的干面粉,再用手揉成面团 菜包子的馅基本上都是熟馅,也就是各种炒菜 第一个是经典口味的辣椒炒肉 用的是螺丝胶,五花肉,肥肉跟瘦肉要分开 先把肥肉放进锅里面,榨出猪油 稍微煸干以后再放入瘦肉 翻炒到肉变色,加入姜蒜,酱油,翻炒均匀 最后再加入辣椒,食用盐 这里炒出我们的辣椒香以后 出锅之前加入鸡精,葱花跟豆豉 翻炒两下,这样辣椒炒肉的经典馅就搞定了 这也太香了吧,忍住不要吃 第二个经典的馅料就是粉丝馅 准备一块老豆腐,还有两小把的浓口粉丝 用开水烫软,再把它剪碎 烫过的豆腐去掉了豆腥味 掰碎后,淋上酱油 一小把的葱花,一大勺肉末 再倒入一点辣椒粉,用热油,激发香味 撒点食用盐,鸡精,裹香粉,抓捏均匀 粉丝上能裹上豆腐碎,肉末碎 有点像蚂蚁上树,吃起来也很香 第三个就是榨菜肉末,就比较简单了 稍微过一下油就可以了 还有是湖南比较经典的干菜包 也就是外婆菜炒制而成 四种馅料,全部炒好后就可以开始包馅 把我们之前揉的发面团 测上长条,切成小剂子 擀成面皮,就可以包入各种菜馅了 其实不管是这四种,还是其他的菜都可以包进去 收口捏合后在里面放上一些菜碎 这样就可以知道你们是什么馅料了 稍微整理一下,全部搞定 包好的包子不要上锅哦 这里还需要再进行最后一步 等这个面皮再次膨胀起来 你可以看起来拿起来是轻飘飘的 按捻是能够反弹的 就代表里面已经有发酵气体了 放到蒸屉上面,水开上锅 大火蒸上7分钟 只要把外面的面皮蒸熟就搞定了 里面的菜都是熟现 各种滋味的菜馅包 吃起来真的是多汁多味 咸辣开胃 松软的面皮裹上油香的菜馅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也想吃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再将你们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我是夏安妈 下次再见 再见